等一下 我要一直換位置有點辛苦 這句話真的很傷人耶 因為日本男生叫大男人 然後譬如說我去摩托車 然後就是為了摩托車發多少錢 他們覺得生金幣 然後就是講的 為什麼為了摩托車發了幾萬塊什麼的 因為我想說我會好好講 但是不論是哪一個女生 女生喜歡越講越自己佛大 然後就是口氣上的問題 譬如說我再譬如說拍戲好了 為了拍戲要減肥什麼的 然後你吃多一點 而且我本來是運動先手 所以對營養的東西很了解 然後就是有時候只有吃雞胸跟菜 水煮的 雞胸跟菜 然後他們很喜歡說 你這樣吃不夠了 營養不夠什麼的 我跟妳定事 我每次去問妳好好 對啊 怕妳營養不夠 不是不是 同時嘛 你看吧 妳了解什麼 這個東西我們的專業 妳同嗎 親膚大賽也是我們的專業 然後妳明明不懂說 這個不好跟這個不好 什麼都不好 哪裡來的好 什麼都 那你可以好好說話啊 不用說什麼你以為你是誰 不是 是的 對 是我們的錯 是我們的錯嘛 對不對 這樣就對了 沒錯 還有誰講過說 你以為你是誰的 有嗎 應該不會再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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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看他動成這樣 應該不會再有 杜麗應該有講過 這句話我不太敢講 因為 美國的黑人的女生 黑人的女生 跟白人的女生 有一點不一樣 但是如果你講這句 跟黑人的女生講 她可能會打妳或是幹嘛的 打妳 所以我們不太敢 打得贏妳嗎 講這句吧 瑞典也會嗎 瑞典 才開始 我很小就好 不行不行不行 完全不行 為什麼 沒有啊 因為是比較女生 小男生社會這樣子 所以不可以 如果你是 小男人的社會 對 不能講 你這樣子 你以為你是誰 你肯定會霸上去 真的假的 是不是都太溫暖 我們應該嫁瑞典 因為妳呢 對啊 因為她是瑞典 她適合當瑞典人 妳在嫁給瑞典人 所以你們普通在瑞典的時候 男生對女生都要做一些什麼事情 開車門 其實因為就是吧 因為瑞典比較跟台灣不太一樣 就是因為瑞典就是 男人在講話 男人在講話 你剛剛講台語嗎 好強喔 好強喔 好強耶 就跟台灣是相反 我剛剛以為妳在講爸爸 不會啦 跟台灣完全是相反 因為都是小男人 所以你不可以幫 因為女生他們都會覺得 如果你幫她們付錢 你幫她們踢包包 或者是幫她們開門啊 開車門 他們會講 你看不起我 因為他們都會覺得 我自己可以做 你幹嘛都會跟她們幫我 那妳可以幫她們打蟑螂嗎 那個那個比較可以 那接下來關鍵字 還有第二一句啦 第二一句就是說 你們女人不懂啦 過換 有聽過這句話嗎 皓然姐 有 我老公其實你知道 因為她大我五歲 她要比我早出道 是 所以不管做什麼事情 她都覺得她是我的前輩 懂嗎 所以她就很喜歡用 她是妳的前輩沒錯 她是妳的前輩 她是我前輩OK 但我懂得不見得比她少啊 像我舉一個例子好了 因為她朋友很多 她常常就要參加很多的 婚商喜慶 婚事還少還好 她常常要去很多的公寄 我覺得公寄OK 如果說這一個長輩或怎麼樣 真的是妳很好的OK 但有時候她要去我都跟她說 今天是誰 她說我也不知道 我說那妳為什麼要去呢 因為她說是 因為我的朋友跟她很熟 那她就說 有間接介紹 有見過一面之人 那個只有一次 妳每個都買一次耶 不是那一次是跟李柏一起去的 就羅哥會帶著她參加很多 她可能也不認識也不認識 然後我就跟她說 老公你為什麼要參加 因為這種東西參加多了不見得好 有時候人很虛弱或怎麼樣 家裡有小孩 她就回答我說 妳不懂 妳不懂 我現在做的這些事情 都是為了我們的孩子在鋪後路 不是啦 沒有講到鋪後路啦 可是鍾銘哥 妳有講過說 妳們女人不懂啦 妳們不懂啊 她真的不懂 妳有講過嗎 對不對 對 不是 我們在這邊講比較順 沒有 這邊結發 VIP 她真的是不懂 是 還沒有講 還沒有講 為什麼不懂啊 還沒有講 我們這個煙也是 看到黑影子都開槍 對 因為 因為人其實是這樣 我這個人是 我覺得是 人要學中送炭 是 人就是他家裡有這樣子的事情的時候 他需要朋友的溫暖 當然 那所以變成說 如果說是 我們曾經合作過了有朋友的情誼 如果說我時間來安排得上的話 就是我覺得 可能是他們的長輩 對 我們去送長輩一起 可是妳不熟啊 而且妳每一場都到耶 不是啦 也沒有 我是要看時間啦 沒有 我印象中妳每一場都到 那會不會就是 她偷偷自己的一個副業 我有跟她講啊 我說老公 妳既然這麼多工技 妳就組個老公 她是不是有器材 就是有股份的禮儀公司啊 不是啊 妳就 今天賣罐頭塔 反正每次要去 對啊 對不對 那因為她這樣子 讓我很大的壓力 有時候我是用偷去的 車上都有一套工技服 不是啦 中平哥也是愛場面的人啊 百年之後 他也希望這些人的 大家都來送他嘛 大家都來送他一程 對不對 風光嘛 那這樣中平哥 那玉琳哥 妳有講過 妳們女人不懂這句話嗎 對 後面只要加棒 來 玉琳哥一定談講的啊 我是最有資格講的 為什麼 因為中平畢竟才搭他五歲 妳們不懂啦 妳講的話弄到我 妳才搭他五歲 我搭我老婆十七歲 對 所以我跟我老婆不只是夫妻 我們也是 誰是主 誰是佛 然後我是主啊 然後我們是意思 我覺得我們還像中人院 然後 我們不要告解 對不對 妳跟芽芽差十七歲 對不對 我也是家裡面的燈塔 當然 所以亦師亦友的關係 我教他是很平常的事情 生活大小事 都是我在教他的 有一次那個禮拜就是密集錄影 很累很累 每天我都很累 累到呢 連那個夫妻該做的事都懶得做 因為實在太累 是 一倒頭就睡 對 那結婚四年多也沒有什麼好做的 不會啦 我們是每天都很新鮮 直到我的身輕靈的狀況是OK的情況 是 那個是累到什麼程度耶 累到 累到他稍微翻身碰到我 我嚇一跳 我明天還要錄影 他以為他要找我幹嘛 對 結果 要找他就行了 結果他 不是都湊涼煙在壓 不是 對 好 那終於呢 累了一個禮拜呢 到禮拜天呢 沒事了對不對 沒有理由了 那老婆就跟我說 那你們就好好睡覺啊 睡到自然醒啊 就那個什麼等等的 然後呢 我就說好 我就睡睡睡 睡到差不多早上 差不多四點半 我就起床了 我就連忙在那邊找衣服 然後我也叫我老婆起床 我起來起來起來 然後什麼事幹嘛 你不想睡到自然醒啊 那麼早起來幹什麼 我說沒有啦 我跟朋友約中午要吃飯 欸 他活然大怒 欸 昨天要跟你幹嘛幹嘛 你在那邊說什麼 很累 吃飯你就有精神了 那你就跟你朋友在一起啊 那我當場就火大了 你就說出了那一個關鍵字 我先用中文講一次 我說 我說你們女人就是不懂 我就講了一次英文 你真的不懂 白 我第一次做這麼 靠玉琳哥這麼近天啊 這麼大隻腳 好有臨場感 有肚皮音效 當然 但我們跟朋友之間 有時候就是要多一點的聊天啊 看看你最近怎麼樣啊 互相交換訊息啊 所以我覺得說就是因為累了一個禮拜 所以更必須要跟朋友聚會 對 然後他整個大瘋狂啦 然後後來也是說 說那個 你要吃你自己去吃 他就堅持不吃 然後我都換好衣服了 我要勾緊 他說來嘛來吃嘛來吃嘛 不要 你再給我脫掉衣服 我說你幹什麼 他說你不要給我出門 對 對 然後我就不管 我就也賭氣 我就去跟朋友吃飯了 還是出去了 喔 顏董 周志峰敢跟你講說你們女人不懂嗎 我已經跟他天天講 真的假的 因為他就覺得 他是 直籃的那個 明星 Superstar 那一旦我要問他相關籃球方面的問題 他就說 然後我就會整個火就來 想說 就是 才要問 你幹嘛 然後有一天 他是在做治療 他們就拿那種電療 那種很高級的儀器回來 這邊貼 這邊貼 然後全身貼 然後就開始這樣 然後我就問他說 欸老公你這是什麼 他說電療 然後轉電是電療 我就說 是喔 那電療要幹嘛 就這樣 就是做治療 然後我說 喔 那為什麼你要貼這麼多 那你不是只有膝蓋痛 你為什麼要貼 他就是 其實呢 如果膝蓋痛 是要貼他的四周 不是貼他的中間 然後呢 因為 啊 就講一半自己不想講 你知道自己辭窮 然後就給小聲心理 然後我就說 沒有我就是不懂 才要問你啊 如果以後呢 我也出去運動 然後這邊痠痛什麼的 然後他就說 到時候很痛要幫你貼 不要問那麼多 嗯 你知道為什麼嗎 是因為你問那麼多 問題就很煩 他幫你自己試呢 沒有你問太多 就很煩 你知道嗎 為什麼要貼這裡 為什麼要這個 來來來 你過來這裡坐 來 啊 沒有這裡就出來 其實明明你從外面走 看你為什麼要進去後面 為什麼大路不走 要走小路 對 哈囉 哈囉 你什麼狀況會說 你們女人不懂 我覺得你就是不懂 就是一些小小的事情 例如說我們在吃飯 然後就說 你不要吃那麼快 我就是想吃那麼快 我就吃那麼開心 對啊 就是有可能會把我的筷子拿走 然後就說你就不懂 你不懂 我為什麼要吃那麼快 我就是很開心 他就生氣了 你為什麼不能坐在桌上 跟大家一起共餐呢 是你自己不懂啊 然後我自己開 這個飯是誰要吃 是我要吃的 對 但是你這樣子跟我講 是對的 對 OK 謝謝 謝謝 哦 艾亞有嗎 比如說 很多男生明明 口袋空空 沒什麼錢 就是 就是我們出去吃飯 他也可能偶爾是換我付錢 可是到朋友聚會的時候 他就想要裝大哥 所以這個時候 到了結帳的時候 就我來我來 我來我來 然後每次吃飯都是我來 到回家 一開始也不會在外面 不給他面子 就回家說 那個寶貝 你可不可以不要常常去付錢 其實大家有時候 夠大學OK這樣 他說你不懂 我們男人在外面呢 就是要負面子 而且這個時候 其他可能比我都更沒錢 那第一次你不懂 你還覺得好啊 勉強可以接受 我就再跟他溝通 那你覺得寶貝 你這樣常常在外面付錢不好啦 我們這樣很窮 家裡的開支 還是要節省一點 你就是不懂啊 你們女人會懂這些嗎 我們在外面 男人就是要給面子 去付個錢會怎麼樣 我照顧那些小的 就會講這種話 所以他是大哥嗎 其實也不是啊 可是他就會說那些 外面的是小朋友 裝模作樣 就很喜歡 他更誇張到 他不但搶負帳 還吃到一半 他就偷偷出戶了 十道菜才吃了五道菜 他就在那邊講 不是還當那種氣勢啊 你有集成這樣嗎 鍾名哥以後多約 我跟玉琳哥吃飯嗎 我真的跟玉琳哥 帶上我OK的嗎 又要公寄 又要買單 男生為什麼都這樣 我老公更扯 不是五道菜喔 他是你進餐廳前有沒有 他都到齊 他說去上廁所 不上廁所